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市民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江人講事》 這個星期好喜多羅羅 我很欣賞張麗雲小姐的感言 她說知風味夠清 教授也是外國籍的 為何可以跟我們說佔中 她也說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周庸也是英國籍的人 林鄭月娥的家也是英國籍 梁振英的家也是英國籍 甚至習近平的家也是外國籍 她們的家或者政改的三民組 憑什麼跟我們說政改呢 憑什麼向人大提交政改申請呢 習近平又憑什麼在中國作主呢 她是怎樣去做這個國家主席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不是我發問的 這一連串的問題是阿蔣小姐發問的 我只不過覺得 學喜劇之王的博文妹說 你找個專業一點 你找個專業出來說廢話 像蔣麗雲一樣 我不是說她說廢話 她說真話 但是她站在建制派那一方 這個真話就說得太認了 我希望中央政府 你聰明的就找一批聰明的建制派出來 你現在找蔣麗雲啊 什麼周庸啊 這些全部做多錯多講多錯多的人 小講小錯這些 我認同佔中的 我不是說只是贊成佔中 凡是為香港爭取一個真普選的運動 我都會支持 就好像有些大財團 阿四少這些 喜歡用一些白色恐怖的手段 叫人去簽一些反對佔中的書 為什麼會說白色手段呢 原來那些人說 那個老闆跟她說 你簽了就簽完交 那她就沒有說不簽有什麼後果 她就怕不簽或者不支持的話 就可能被人解僱 最後屈服壓力之下 就簽了一張簽完的手會爛 會出賣良心 會被上帝懲罰的反對佔中的意願書 我不是說簽反對佔中是不好 只不過她是在別人的意願違反之下 她是逼人簽 這件事已經是違背了自己的良心 她這樣做 上帝是會絕對懲罰她的 那我很不像這些大財團 用她的勢力去欺負一些小市民 那我更加不像 有些團體出來又說什麼數字 又說什麼自己 我們不是說數字 我們說公信力 那其實我覺得你那個投票 其實是存在一個質疑性 我不明白你的公信力在哪裡 那你那些投票 亞豬 亞久 亞茂 秀 阿斌 印 什麼什麼 七七都可以簽的 那我亦都看不到 怎樣是一個香港的普選 那真是希望這一幫人 少說少錯 少做少錯 不要出來說完廢話 和中央真的要找一幫厲害的建制派 如果不是香港越來越亂 亂到現在這樣 一時又有人佔中 一時又反佔中 其實是很無謂的 沒有人想佔中 香港是沒有人想佔中 為什麼會有佔中 是因為政府 你遲遲不肯落實雙普選 包括這個立法會議席全員席選 還有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真正的 有公民提名的元素 符合一人一票的原則 符合國際的準則 你一直都不肯落實 你一直跟我們說謊 在那玩語言藝術 我們才有佔中 根本沒有人想佔中 我更加不希望會有佔中的出現 我們下一集再見 無論你贊不贊成他們 都歡迎你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